談到這個王小波 他主導的克剛微調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最新消息 是居然在吳思華下臺之前 護黑箱克剛的官員是升官加薪 我們首先來看到李秀鳳 他擔任主砲手的位子 那麼在這裡看到的黃子騰 他的攻擊是什麼呢 就是當孩子們要求他允諾 暫緩克剛的時候 他拒絕簽字 然後就離去了 那麼這個韓春樹最有意思了 因為他的最大的功能就是他一出面 大家以為他是國教署副署長 所以學生就撤離了 結果他根本不是 我們再看看吳林輝 他就是做成了請警分局全面協助 掌握的這個決議 這樣的一個相關禁決的狀況 發生之後 教育部的政次陳德華 他說相關人事調動都符合規定 也都跟克剛無關 部長吳思華把這個主祕 跟機要職務事先把他空出來 這代表對新部長的一個善意 但是我們來看到民進黨 立委鄭立軍他說 這是人民厭惡的錯過錯 那麼為什麼會是馬政府眼中的大功 而且還亂過 欣賞背離民意呢 柯威姐 所以為什麼這四個月的 所謂的看守期 這個這麼的重要 而國會的監督是多麼的迫切 也就在於這個看守那個很可能每一個部會都會發生像現在這樣的狀況 他們不去做相關的政策的這個執行或說法案的推動或是這個新政策的眼裡 他們所做的就是安排自己的人下臺或是說自己下臺 我聽那個杜紫誠就杜紫君的弟弟他說他說這個他痛批他在臉書上好像也這樣痛批這個鄧振中 所以現在經濟部長每天到了五點半就下班了 這個完全已經停擺了很多應該有的經濟部長的這個工作跟任務 那我也沒看到經濟部出來有任何的這個說明 那除了他所杜紫誠他是他這個他是生產力什麼協力中心的主任 然後他所理解的經濟部有這樣的狀況 那其他呢 所以二月一號開始新的國會當然具備非常重要的一些監督的這種這個額外的責任 那至於要在所謂的政治的追究之外怎麼樣在行政上面能夠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這才是新政府或者說新的這些立法委員們對這些事情應該有的看法 那回過頭來講這個國民黨的這個這次的選舉 我覺得國民黨的這些老先生老太太出來選也沒有什麼不好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些老先生老太太出來選才會讓這個池子裡面的其他的力量 其他的人才會有泡沫嘛 才會有有水才來滾嘛 那滾的結果是什麼呢 滾的結果是我鼓勵這些人不管你是不是有國民黨的帽子 或是你將來跟國民黨的關係是怎樣 以後的一個大泛藍的陣營 就是說非民進黨的陣營當中 絕對有剛才年晃所說的那種那種那個政治氛圍 他不見得是意識形態 因為未來恐怕藍綠對決已經真的被打破翻離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人怎麼樣找到位子 這些人怎麼樣跟社會來對話 我覺得要努力 那努力的結果呢 就會讓國民黨慢慢的就示威 就是這些人這一代 他畢竟有一個這一代凋零的問題存在 所以當他凋零之後 那那臺灣的另外一股的屬於這個新的新的藍 新的藍很可能真的就是就是 提夫妮藍 因為提夫妮藍就藍中透綠 綠中透藍 就我們現場這個藍有點像提夫妮藍的 這個這個有沒有這個背後 文正背後這個有點像提夫妮藍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藍營的下一代他會有新的論述 他會有新的主張 所以我這個長期就希望 維中啊 鄭浩啊 這個巧心甚至於像毛家靜啊 這些人 你們要要說服大眾 而不是去支持一個人 我們可以說我們支持誰啊 我們討厭誰啊 但是你們是從黨中央出來 你要去說服大家 你的主張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夠不付出代價 所以沒有要叫你流血 但是至少人家當年還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睡了一個多月也 這些那些年輕人 那你們總要有一些動作吧 我再譴責一下的是黃敏慧 這位代理主席 更對不起這個 國民黨國家的栽培 你憑什麼當一個代理副主席 打個八折 然後延後一個月就結束 黃敏慧如果你繼續 做這樣的代理主席 你就從中華民國政壇消失 那黃龍斌何德何能啊 拜託你竟然選成那個樣子 你還回來選黨主席 我聽一位教授告訴我說 黃龍斌背後是新黨的媒體人啊 什麼的大家在聳他出來 這位媒體人據杜紫誠說 他也是這個給馬英九建議 說叫馬英九搞多數黨組閣的 那我覺得好奇怪 這個國家現在是誰在領導啊 是新黨的背後林在領導嗎 所以他並不單純 好龍斌不單純 為什麼不單純 我認為國民黨國共論壇 還有一些剩餘的利益 因為連家已經差不多要被 要被這個剷除了 那接下來國共之間的交往 還是有一些國台辦剩餘的 那些什麼那些一個案子啦 或是什麼的 那些東西是不是很多人想要的一些 最後利益的拔持 這才是嚴重的所在也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沒有黨產了 為什麼還要想去吃這塊肉呢 因為這個肉後面還有湯啊 所以大家看清楚這個狀況之後 我認為陳學生要選就要選真的 作賣平可能選假的 因為他沒有資格 李欣你不要選假的 上一次卻領了表根本沒付錢 如果你們這些人選假的 下次選舉給你好看 其實我覺得教育部這些 這個行為很過分 這擺明跟民意對幹 而且他故意選在人事凍結期之前 去做這樣的調整 因為去年12月 這些人莫非是真的是 黑箱課綱調整作業有功 所以才獲得升官嗎 我看不出來這些人有什麼資格 可以升官 別忘了一個學生 林冠華因此而死亡 對 你們這些人可以升官 我不曉得教育部 我們的政府官員你們的心 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 沒有記過就已經很難度悠悠之口 難以服眾了 竟然還可以升官 還是說公務機關都是這樣子 反正時間到了就升官 年資到了就升官 我覺得教育部欠我們大家一個說明 你們這些人到底有什麼機優的事蹟 可以足以讓你升官 因為公務員升遷不是應該都有市由嗎 要不然我想在部裡面跟他們具有相同資格的應該很多人 為什麼挑這幾個人來升官 是故意把大家氣死嗎 把那些反黑箱課綱的學生們要活活氣死嗎 所以因為他們是事務官了 升遷之後沒有犯錯 你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他就是得在那個位置上 那頂多就是不要讓他做重要的職位 所以這也是一種轉型正義 我覺得這個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 你說不能拿他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觀念可能在520之後 大家要想想這樣是不是應該要去改一下 不然的話我跟你講全世界最好幹的就是公務員 胡搞亂搞 一點責任都沒有 台灣的公務員應該有一個淘汰的機制 我們應該要打破那種公務員就是鐵飯碗 的觀念 要不然大多我同意大多數公務員 其實都很認真很盡本分 可是就會有一些惡搞胡搞瞎搞的 可是每次我們看到這些人在坐領高薪的時候 卻因為他那個保護的制度 讓我們對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社會會有一股民怨 那股怨氣其實很多人是吞不下去 這個我想也是除了這個黨產之外 很多的司法的轉型正義之外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將來公務員的制度怎麼去改革 應該有一個退場機制 不要講什麼幾趴烤機 我覺得那個都騙人了 應該要有一個適當的退場機制 淘汰一些不適任的公務員 我覺得他提出來的理由一定所有的公務體系 藍綠執政底下都有這種狀況 他的理由其實就是戶主有功 戶主有功就可以升官加薪了 你看那時候羅自強離開總統府的時候 頒的是什麼獎章 那林毅市不是也都是嗎 對 所以他們其實都有同樣的公機表上面列的叫做戶主有功 只是我們看不下去而已 明鳳姐 所以郝龍斌背後出來的參選 事實上寇寇姐講的並不單純嗎 我覺得現在目前看起來國民黨的黨主席 我說實在間接跟直接都跟黃復興黨部有關係 你說陳學勝看起來這個形象比較好 他2004年也曾經有一個開放的言論 叫做可以把臺獨納入這個國民黨的選項裡面 看起來是一個比較開明 這個有去高雄選過 所有本土路線 可是他現在桃園地區的選區 你說有沒有黃復興黨部的一個支持 好像也有 所以變成說你國民黨清一色 這個看起來不是黃復興黨部要支持的人嗎 或是說可以接受的人 才可以出來選國民黨黨主席 這回事情 大家看起來是覺得很奇怪的 所以我覺得說 你中國國民黨整個黨主席的選舉 你是不是這些人 你們現在宣佈了幾個人當中 是不是提出一個要求 你們要求自我廢除自己的武功 要求先廢除這個黃復興黨部之後 再進行所謂的黨主席的選舉 這樣子對大家才會比較有公平的一個起點 否則你看每個人 現在國民黨內部就好像一種一種氣氛 氛圍 我只要有我跟黃復興沾上一點逼的人 我才趕出來選黨主席 好 那吳敦毅我實在實在 我覺得吳敦毅當然是大家最大公約數 可是他這樣子不甘不脆的 好像要大家拱他一樣 我就很不爽對不對 那我就不願意拱他了 那我們就照這幾個人來做一個選擇 如果說每一個人還沒有提出一個改革方案 就是說我是因為這個有中央委員資格 然後我這個是中生代 我是什麼等等的 我可以選上一個 我就可以在競選的主席舞臺上面露臉 然後或是一個爭取一個曝光的機會 我覺得還是不夠的 我覺得先把你們每一個人所謂選票的根本 就是最大的公約數叫做黃復興黨部 你先提個方案說 好 我們今年就把這個先把它解除 特種黨部之後 我們再來進行一些什麼林權會的改變 或是選黨主席 我覺得這樣子來講 對於整個國民黨的這個所謂競爭 還有本土派人 我不曉得國民黨本土派為什麼這麼 這麼沒有膽視嗎 竟然嚇到沒有一個所謂本土派人要出來選黨主席 然後連文藝 吳敦宇現在也是捏捏作態 然後說 你好文兵出來 我就什麼 我或是好文兵出來 你就不選 我覺得不必這個樣子 包括玉木銘或是宋楚瑜 如果你資格 早先資格符合的話 我們也可以百家爭鳴 那問題是你如果是出來亂的 那就不必了 所以我覺得說 中國國民黨從這次黨主席的選舉的方式 跟他對於這個整個作業流程的改變多少 其實是國民黨看有沒有改革 或有沒有再興起的一個機會 一個指標 如果每個人都 因為我有黃復興黨部的支持 或是說黃復興黨部可能接受我 我才能選這次的黨主席 我覺得這一切都很虛假 改革都很虛假 當然我還是鼓勵那些炒協聯盟的人 不用怕外面講什麼 也不用怕這些什麼邱毅人講什麼 邱毅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自己的政黨認同 跟這個什麼 有沒有資格是做不分區的候選 反正你新黨已經拿到補助款 你就可以閉嘴了吧 所以不用在這個跟國民黨那邊攪貨 那我覺得炒協聯盟大可不必管邱毅這些人 只要黨內的一個民主的一個競爭 可以真的確實做到公開公平 而且各種勢力的人都敢選黨主席 都有可能當選 才叫做國民黨的改革跟開放 否則不管你是不是直接黃沐欣黨部人 我一定要好像具備某種跟黃沐欣一種連帶的關係 我才出來選的話 那真的是白做戲一場 目前有效的黨員32萬 其中黃沐欣在9萬 所以你從這個結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本土派知道沒有他人這樣 不用出來人這樣 所以你看現在所有已經宣布的 幾乎都是以外省線